来自读者来稿,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我看到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,心里百感交集,在这小小的细节上,让我对母亲有了新的认识。我的母亲,是位性格脱辣的女人,从小到大,充斥在我耳朵里的,就是她对我爸无理由的指责,嫌弃我爸窝囊,没出息,不能给予她更好的生活。 而我见得最多的,也是诸如此类苛刻的语言,难以从她嘴里听到一句称赞父亲的话,每每听到这些,我都很反感,父亲对她一直那么好,从来都是打不还口,骂不还手,尽力满足母亲的每个要求,而且还包揽了家中所有的家务。 我一直无法理解,像父亲这般拥有稳定工作的好男人,母亲为什么不懂得珍惜,如果她真看不上父亲,又为何不肯离婚? 毕业后,我在外省找了一份高薪的职位,现在忙于工作,日子却也充实,耳边少了母亲成天的唠叨声,顿感清静。 平日里,我一有时间就会跟家里通电话,电话里,爸爸一如既往的对我嘘寒温暖,里面夹杂着母亲不悦的声音,不用想,也能知道说了什么。 一日,母亲打来电话,告诉我父亲病微,话语中,我第一次听到了颤抖的声音,挂断电话,来不及收拾,我立马赶回来去到医院看望父亲,在照顾父亲的这段时间里, 看着我妈依旧在指责父亲,那一瞬间,我很生气,原来电话里那颤抖的声音,不是我所理解的那样,我觉得自己的母亲压根就不爱爸爸。